哈喽大家好我是紫色水里子在视频开始之前先给大家说一个零食店活动 在本周零食店下单的观众也就是今天是周二 然后在就是周一到周日下单观众即可参加各种抽奖 然后原始的活动都有 就是88元免包邮 118元送钱名照这些活动都有 然后还有一个重要主要道道活动 就是在本周下单观众抽取一名幸运观众 然后获得一件道道的神秘装备 只要你想要的离子就帮你搬到 只要价格不超过见语的都可以 1500块钱以内的吧 然后都可以 好了 那个这边零店最近有很多好吃的各种零食 也有一些双十一的预售面包什么的都还不错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来尝尝 也算是支持离子一发 好了 今天让我们赶紧来看比赛吧 今天的比赛是 呃 那个大必神的萨尔 这边还有各种礼包 都是蛮不错的 地步师 好了比赛就是让我们来看比赛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紫色水利子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是一场大必神的 很多人都说大必神天天做大必神刷子的视频 然后不太好看 这场比赛选择了一个 绝对刷不起来英雄 萨尔 也是大必神这次打了一个中单萨尔 然后几方有单车 有DC 然后单车是封印者 DC是暗幕 然后对面也有如天使骄啊 还有小刘这种国服比较有名的人物 然后左边还是一个老的福利 现在大家在飞熊视频APP订阅我守护我 在我视频下方留言 就能参加抽奖送福利的活动 然后依然奖品依然是刀币 抽奖活动每期都有 然后飞熊APP内容还是蛮丰富的 大家也可以在这留言 就是缓存观看 都是可以的 相当不错 小刘你要是赢了海战就得打辅助 这边调侃一下 有兴趣的都可以拿出你们手机 扫房价二维码 下载这个飞熊APP 然后或者直接在手机市场里面 搜索飞熊视频下载即可 也可以来试试你们人品 第西 这场比赛逼神玩的是中单的萨尔 应该是一场组牌 排到对面的人也是蛮强力的 那我们来看这场比赛 底下是我的零件地址 然后最近也有新鲜不错的活动 在本周下单的观众即可抽取幸运观众 然后获得离子给你送的一件刀摊装备大礼 你想要什么离子就给你买什么 但是价格最好 价格不要超过箭语 上次朋友上次中奖观众 要了一个咬人的箱子 然后这个就能很轻松满足你 好了这边让我们来接着来看比赛 然后零食店最近也是好吃多多 大家有心里都可以来转转 说一下萨尔的英雄吧 萨尔的英雄酱油可以主地 打中单大哥主C比较好 因为C是他唯一的算是除了大招以外 唯一的伤害技能 你不能拿大招平时来打伤害技能 这边DC怎么上来这么红啊 B神也是一直用这个闪电电四下 而且有视野 萨尔的一个配合可以就是闪电 有一瞬间的视野可以直接递过来 把人递过来 然后就是拉回来 递这个施法范围最高距离 1800码非常远的一个技能 也是挺好用的 应该算是萨尔的核心技能 比如说对面人TP了 你可以把他递回去 或者对面人要跑路 直接可以给拉回来 1800码距离 相当的夸张 这边大逼神前进补刀 还是稳稳压住了小小 萨尔打小小肯定还是萨尔的优势的 这个无庸置疑 找左围别态树被小小扔到塔下 基本上萨尔没有任何生命安全 生命危险 这边DC成功被小刘击杀 刚才调侃小刘 结果被黄树击杀 这边B神玩起萨尔来说 补刀还是相当不错 基本上很硬 补刀方面全掌最高 9-6补刀 可以看出大逼神常年打C的选手 金鹏就是很夸张的 萨尔这个英雄 只能说弹道并不是特别好 感觉不是特别好 比较软 软面面的 但是也还算是不算烂的弹道 就是中规中矩的弹道 比起风行者女王这种弹道 肯定要差了很多 这边B神也是第一时间送来了平字 然后平鞋基本都快有了 他由于惧怕对面隐次来杀鸡 所以B神这里还是比较稳稳妥的回去接一下鸡 常年被杀鸡针对 大逼神也是慢慢明白了自己拥击习惯确实有问题 大逼神也是一直在改进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大逼神绝对是一个够努力的选手 因为怎么说呢 他的努力这边 再来耗一下血 他的努力 你像他这种刀的老玩家 我特别了解 因为我也是玩了很多年 刀他的 在大逼神不是特别出名的时候就玩刀的 大逼神玩刀的 你岁数应该 年龄应该跟我差不多 你说他这种选手能改回来 传统监委用QWR 足见B神的信心 最近也是 这边 VS游走过来 看有没有希望能杀地回来 这边DC一个锤子 哎呀天使就要直接死了 攻头 直接躺 然后DC拿到这人头 帮助大逼神成功游走一波 然后非常舒服 那这样萨尔可以轻松到达 比小小先到六级 其实是有希望单杀小小的 先拿闪电耗血 闪电耗完血以后 直接框接地 拉到框里面 然后接大 再接一个闪电 基本就能电死 这是萨尔一套杀人的手段 中单萨尔比较推荐的装备 还是一个跳刀A帐 比较好用 甚至你可以飞鞋A帐 刷钱用 然后毕竟这英雄 打架很厉害 但是闷头刷不是特别强 这英雄出密法鞋 没有什么太大必要 毕竟是个智力英雄 蓝比较多 一个瓶子基本上够消耗的 然后也够他打一套的蓝 你看他5级就520点蓝 一个挂架就稳 基本上够他一套蓝 所以一般推荐还是出飞鞋 然后来打支援 甚至跳刀 核心装备肯定还是A帐 这个毋庸置疑 这边打B神也是轻松 控到这个隐身身符 最近也是听说 VG的训练成绩非常非常好 你妈单车别A了 这边帽子还很熟 B神听国土说 B神最近去听一红队员说国土 然后他们说 最近VG训练赛已经把一红怼的 不要不要的 然后一红都没有心心训练了 然后这边在 哎呀 这油崩了兄弟 这边躲下VT就行 小小 这海象一个滚 但是小小能VT带走B神吗 哎呀 只有一口气 那这样应该是 小刘也有危险 还有一个D呢 D回来 雪崩 在一个闪电垫上 完了 这简直中路刚三 天使教表示 妈的 本来就有点打不过B神 你们这还各种来帮 这游戏好难玩 TS巅峰联赛 马上呢 就要预选赛 就要在中国举行了 第一场AJ打牛逼 节目战非常的好看 也是希望打B神 问过我没 我天这里还是两边都认识 这种局面还是比较和谐的 B神想晕一口评 两个挂架 我好拼 这个SAR选择双挂架 来增加自己线上压制能力 其实像女王啊 蓝猫啊 经常有这种打的 江流啊 月月风独创 双挂架 女王和双挂架蓝猫 其实这种就是 你能扩大优势特别厉害 你要扩大不了优势 这个出装其实是很扎的 为什么 出小件出散件太多了 有点影响搭件的速度 所以说 你要是能打出优势还行 打出优势 这个这个加点绝对是血崩的 前期SAR一般打将有主地 打大哥主C 这个没有任何悬念 然后就是大哥缺输猪嘛 然后补一下输出技能 但是一般还是主C 无论是主C还是副D 还是主D副C 其实效果都是差不多的 SAR的核心技能 像SAR的英雄 为什么现在这版本 都太流行中单 为什么在这里给大家说 这英雄技能特别屌 但是打钱能力比较捉急 就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刷钱英雄 这边一个粉 有粉 那这雪崩 哎呀A死了 直接追了A死了 电死了 走一下 直接被逼神拿到逼神前期 两个人头 非常的肥 刀也很多 29刀 全场最肥 也是恭喜一下秘密 拿下了MFG冠军 然后EA终于打破三千五冠 这边接大招 哎呀雪崩啊 毫无办法呀 都没有用框 直接用大招 断下路 风路大 效果非常非常好 这边前击B神表现很活跃 拿到了很高的人都起边 最近好多人问我 说对各战队的看法 我个人感觉 这个版本 牛逼会比较强力 然后老干爹 目前来看 化学反应并不好 这边B神在哪 猪崽比赛 我好飞 小刘这边好上头 这海象还蛮萌的 其实感觉这个海象还挺好看的 滚过来 单车这个太瘫人头了 哎呀 这咪也不能回头的 小刘必死了 四个人过来报家了 肯定必死 单车这个 太浪了 单车跟B神也曾经有一段 做过一段时间队友 7L队友 所以两个人的关系 应该是走得非常融洽的 B神这现在 带单车开拨黑 这边 他第一大件 貌似是要走飞鞋 看到这个应该是个卷轴 应该是个飞鞋 远行卷轴 因为我看我大哥萨尔的 基本第一大件 都是飞鞋的多 说老实话 最近原来看直播 看没必打过大哥萨尔 还有 这张比赛 为什么觉得 B神能发挥这么好 一个首先 他带单车跟DC 分都应该比他低不少 这些匹配的道人 应该不如 大B神强 所以大B神 可以打的相当潇洒 这套末日 也是现在最帅的 这套末日 这边递回来 看没希望杀 反倒一个T 末日这一套 山羊头 特别好看 这怎么没显示 识别 挺好看 这套绝对是末日 现在相当帅的一套了 末日的顶配 无论肯定是恶魔刀锋 但是我想说 作为萨尔纯正之一 这个恶魔刀锋 太你妈low了 没有任何的食品加成 low的要死 这边B神帽子用的是 智能师法 他C失望速度还蛮快的 现在好多大神 都开始用这种智能师法 效果非常好 无论是小巴呀 还是B神呀 帽子都是 B神是不是我不知道 但小巴绝对是 原来看我小巴直播 绝对是 MLG那个决赛 W33米波再次证明了 他的米波多么牛逼 又轻松击败一击 后面几场一击 直接半了 放了 其实好多人说 苏面尔的 最后一场 苏面尔兽王打的不好 我想说 你妈绝对是RTC结果呀 RTC那个火猫 打的真的是爆了邪警了 是什么 我见过职业 职业玩家中 火猫比较坑的了 他那个苏面尽王 真的蛮厉害的 大家有心就 回来给大家 给大家放一场苏面尽王 很强的 这边锤到 但是琳达接个T 还是一下C死 再能递过来 雪崩 接波大 琳达反方向跑 一思路是正确的 但是还是得死 回头给同时大招 小小一个VT 能不能带走VS 直接赴爱如山 哎呀 雪崩 烦死 再一下 打B神 K的好啊 变态杀戮了 我真是K的好 各种平A K人都 补刀基本功 稳的选手就是这样 这场比赛 12比3 前期靠B神打出了 很大的优势 而且几方这边 确实是B神 帮B神压住了 小小以后 就可以比较舒服了 也可以看出 萨尔基本连招 基本就是放C AAAAA 差不多 D回来 然后接大 接框接大 他这没加框 那就没办法了 一般都是接框接大 萨尔的核心装备 开波物 带双倍 基本上能稳杀 我估计他要 MOSTQ了 妖怪般的杀戮 海巷这一套 绝对是非常萌的 绿本的那套 真挺好看的 看这一套 帅的不行 还有一个酒包 烈酒 烈灸 威士忌珍宝 这一套海巷 真的挺 挺萌萌的 挺好看的 他还有特效呢 帅的不行 B神这包开波物 对海巷 海巷已死 我只能在这里说 已死 我也不一定 看看 唉 这扑了 扔回来 扔了个兽王 大按摩 按摩 DGM都给到 波藏 直接被秒 但B神那个大街的 并不好 拉回来 把兽王肯定是秒了 方斯Q 但是看后面怎么样 萨尔也得跑 逍遥天使敌 过来 一个VT 也逼神 雪崩 一个T也直接死 哎呦 天使敌能 三杀 一波小刘 这波雪崩 没电死 妖怪般杀戮也被小刘终结 小刘一波起飞 直接变成圈杖第二飞的男人 这一波雪崩 这边萨尔由于等级比较高 九级 所以他的复活时间比较长 这一波打回来很多 因为他们经济的说刷领先蛮多的 这一波能打回来很多经济 这边直接飞小兵 我好那么自信啊 这边过来赌 接物 再一个C 走到这里 能低一下吗 低一下打断 完了 雪崩 走出物的范围 这边萨尔想拼 这肯定是屏幕 直接被B神直接A死 萨尔已经达到了九杠一夜的数据 相当的华丽 这场比赛B神只刷了37个兵 作为一个十分钟 接近六七十的男人 他刷了34个兵 算相当轻易的了 也给大家看一场 带动节奏的视角 不让大家光看死刷 大家觉得B神死刷的视频 我也不太喜欢做了 确实刷来刷去 光内扯淡 没什么意思 所以这次 这次只能给大家 就是给大家来一场 偏打架点的视频 B神证明他会打架的 为了直播效果 B神也会打一些 比较娱乐的 一些英雄 能打架的 有飞鞋CD 所以完全不慌 跟着DC老师推波塔 这边两个 平常看的是 两个小酱油 在这推塔 还是挺感人的 这边推到这个塔 就可以提皮支援 那帽子上路 有人已经抓到 那么很多幻象 都在几方野区 B神再拿这个防御塔 一般还是 下大院应该会补 A仗 萨尔A仗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阴宝 我只能在这里说阴吧 在那个大招范围内 不能用物品 不能用技能 就是群体肚目 我敢说就是 屌的一逼 萨尔那个A仗技能 其实萨尔的英雄 就是刷钱不行 兑现能力还可以 算不上特别路霸 但也还算是一个不错 把这个飞鞋滚掉 这B神没能下来 看看小刘能不能跑 很机智 关键是这波滚很机智 还向这里 跳到走了 小刘这波机智 我给满分 杀鸡刘名不虚传 奔着小鸡就去了 吃到一个隐身身 不错啊 他准备做引刀 还真的是 准备打一个 比较 开瑞味的萨尔 不是打那种 比较常规的萨尔 他选择做引刀来带节奏 天灰下来 正受到攻击 当然也还是可以 你闹着有东西出来早都厉害的 14比7 然后现在还是领先蛮多的 银神服在找一拨人 跟着VS过去 能拍拍眼 那边有眼睛 这边貌似已经看到了 节奏感觉并不是很快 也是对面 现在也是比较猥琐 所以说 目前来看 单车的经济确实有点惨 经济不太好 几个人貌似的身上也没有误 所以说 集体蹲风行者 但是对面搞风行的欲望 貌似不是很大 现在就是双方比拼刷钱的时候 其实接着说刚才的问题 我现在觉得 中国战队目前比较强的 应该是VG跟QB 老年目前来看 化学反应确实不够好 老队长 没有能够完美的替代小巴 最早我还觉得 老队长应该是有希望 能替代小巴 毕竟都是团队大脑 但是 目前来看 磨合并不够好了 连两次比赛打都不怎么样 然后希望你们以后 能打出更好的成绩 这边一口奶 把鸟直接奶死 说王已经看到了 所以说王第一时间缩了 叶方现在知道 他们经济上是落后的 所以说 他们落后蛮多的 三千块钱15分钟 不算少了 他们知道现在打起来 他们不太有 优势 但是他们这个阵容 由于后面他们是 萨尔跟风行 加杜姆 三个 杜姆算一个很硬的核心 但是萨尔加风行 这个组合 确实不够硬 后期肯定是 打不过隐次小小的 所以说他们 也是乐于 把局势稳下来 然后慢慢刷 慢慢打 14比8 他们前落后 也并不是很多 只有六个人头 但是经济上 还算是能接受 这边B神 你看萨尔的英雄 就是刷钱太弹腾了 只有一个C 这边打起来 给富爱如山 但是小小已经杀掉了 飞鞋过来 能不能赌一波 小小 感觉有希望的 这边过来 但是还是杀不掉 锤道 能递到吗 换一下 换一下 VS换一下 换一下就可以递到 C住 然后接大 能递回来吗 递回来 这里萨尔还是 小小还是被城户杀掉 这也是萨尔那个地 可以看出 萨尔那个地有多远 而且他那个C 有一点点小小的视野 可以 就是跟赏金线 标记有点像 当然不是原来版本赏金 就现在版本赏金 标记就有 那个人一点点的视野 所以说这个视野 也足够足够他递回来人了 而且递的视法距离 确实远 1800的视法距离 太夸张了 萨尔过去更远 2000 后来有个版本 被削弱了一下 但是还是强 那个酱油 萨尔强在团战 算是一个团战型酱油 团战后手型酱油 但是为什么 他在这版本 就是布鲁拉比克 那些热门 他没有什么特别硬的控制 那个框的控制太软 就在后期里面 算比较阴暖的酱油了 有个一招 基本上就是团队的 动魔很厉害的 想递回来 但是不太现实 还是直接选择推打吧 他们直接选择推打 避身也是选择做引刀 来带节奏 这有递的 这TP也容易被递回去了 夜眼镜主全面 这有递的 这有递的 夜眼镜主全面 两本贴 猫子天员王 不想放这个中塔 就是夜眼王 不想放这个中塔 跳刀过来 海象能 能加出 VS一换 给脖藏 但是这个脖藏 给歪了 给到VS身上了 这边应该还是能杀 先把一次做掉 你自作了以后 杜牧这个 不爱如山 直接冲盖了 几方阵营 杜牧冲死受亡 然后小小一个扔 扔死了 按摩再一锤 还是得死 海象这边 跟VS一换一了 滚过来杀风行 双方打得很乱 B神的处理还是不错的 这边还有个D 马上有D 但是D不回来了 没涉嫌了 就血崩 应该其实应该 先给C再给D的 B神这萨尔 一看就玩的少 讲道理吗 我们的皇上 怎么能玩 萨尔这种屌丝英雄 妈的长了一副 酱油脸的屌丝英雄 他确实就是个酱油 但我在这里 并没有一丝 看不起酱油的 正受到攻击 哎 这你撕下来 递回去 雪崩 萨尔曼真是高怪 风行又被小刘怼了 我真的没有一点点 看不起抽酱油的思想 这个大招明显是假的呀 兄弟 真的完全没有 看不起酱油的意思 酱油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我承认 我特别能佩服那种 酱油打得好的人 为什么 这种人证明 他们有很大的风险精神 真的特别棒 我我特别佩服 我有时候看steam资料 一看一个人多面能力 就是那个辅助能力是满格 我就觉得这种人特别厉害 就很有风险精神 这边还是准备做A 引刀完了 还是得做A 刚刚B神在那非常舒服 把后面技能该放全放出来了 十一劫萨 然后 这边引刀找一波节奏 感觉还是有希望的 有人在打野 他已经看到刚才的视野了 但是不知道是谁 有希望难杀的 他这个引刀 A一下 然后 他这种杀人手法 就是A一下 接框 然后接大 C 再A 如果这个人跑出框了 再递回来 就OK了 非常的简单的一套combo 这边 有人了 动手一个 按摩直接死 看B神能不能反流住 撒粉 这边递回来 然后直接A死 惨 莫斯社 拿着这人套 B神一个意识分 非常出色 看到了 看 主要刚才看到了 我单车 车神是做视频买卖的 为什么 哦 他视频确实也好 我没看出来 这是个 怎么没看出来 我刚才没注意 确实是剑鱼 我还说呢 剑鱼有特效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车神的这个视角 哎呀 媒体直接死 火锅 看B神过来了 B神能不能 carry全场 还有大招的 接大 又末日 直接给大 这边 再一个C A死 直接A死了 MakerQ 萨尔 已经完成13杀了 我天 一个萨尔 讲道理话 不应该能杀这么多人的 我想说 车神 刚才没看 没注意风行 我以为他拿的是 那个毒刺呢 就视剑鱼 视剑鱼 看错了 我还说他做饰品生意的 不可能风行连个监鱼都没有吧 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剑鱼这东西这么值钱 我记得原来最早剑鱼刚出了200块钱 真是可能是完全 价格有点虚高的东西 但是我最早劝大家 有人问我1000块钱 说买不买 我说最好别买 原来这东西才200 后来这东西涨到了1500 有人问我1500买不买 然后我说最好还是别买 一般这东西太价格虚厚了 然后他涨到了1000块 1800了 然后我只能说 现在1800买不买 买呀 我靠 那迟到会上2000的 买买买 就一个字买买买 那是三个字 买买买 应该要一字一字的说 三个字买买买 所以说现在 但是识别度确实是一般 特效还蛮漂亮 那识别度真的是一般般 风衣装好看的功能也有 当然有些土豪就是 不要最好的买体剑鱼 就是舍得花2000块钱 买一件试别的人 他根本就不在 我这东西好不好看 就是牛逼 你看恶魔的 就是杜莫的 纯重的 四大纯正 噩魔刀锋 还有什么 小黑的霸王蝶 都丑出降 我靠 就也就什么好看点 仙夫顿 仙夫顿 其实也一般 斧子好看 支援战斧 确实好看 那个真的漂亮 剩下的 真的一般 四大纯正 但是为什么他牛逼 好看 牛逼 他就是屌 你不承认不行 有引刀有加速 有粉 完了 因此我已经体验宣判 你死了 兄弟啊 我引刺居然不带了 带了就死了 他走了 很机智的引刺 别人在这里等着他 别别出来 别出来 出来你就死了 兄弟 没死 他很机智 跑路了 对边这都看不见人 地图上都不见人 什么鬼 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地图上都完全看不见人 这边引刀 过去找一拨人 这里 兽王的位置 直接这会儿应该是有眼 对面缩了 好像是有眼 野区都没有人 哎呦好急啊 给个自由视角 看看对面人 哦 对面这几个人在这呢 开悟呢 准备了搞天威王的人 这还是比较难杀的 由于所以 中路 这个倒霉鬼是谁 貌似是凤行吗 好 凤行在下 这边萨尔接着补刀 看到了 哎呦 有效的掉刀 打杜姆 直接一套杯鸟 天使叫大杀德拉 这边在嘴暗幕 暗幕能给上伯藏吗 大逼人来了 但是并不能改变什么局面 凤行也过来了 这波又转了 20比16 感觉艳芳凭借这几波开悟 完美的打回来局势 这边 黄女怎么还往这边走 引刀开起来 但不太好杀 杀个小小也有困难 小雪还蛮多的 这边还是守中路吧 B神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来中路吧 再一个C 也就给个C 杀不了 你看现在就可以看这了 13个人头 24分钟 萨尔只有9000多经济 太难刷刀了 这个英雄 24分钟70多刀 对于萨尔 对于一个中单英雄 现在20分钟 一个SF 可能已经150刀 往上了 然后25分钟 25分钟 200刀都绝对有 SF 不吹逼的 然后女王最少也是200刀 起了 像这种 你要萨尔70多刀 70多刀 200刀 差140刀 你就算一个名30块钱 差了5000块钱 差一个大件 这就是萨尔这英雄的弱势 刷钱太难了 没有什么刷钱技能 当酱油可以 你像现在一些什么 莱恩啊 萨尔这些英雄 都比过去 就是过去这些英雄 都打中单的 现在为什么都打酱油了 因为这些英雄技能厉害 不吃装备 而装备成长性 说实话 一般有个跳足够了 拉比克都是这样的英雄 还有什么 冰魂啊 都是这种刷钱能力 太捉急了 没有什么刷钱能力的 这边局势现在 已经缓下来了 25分钟 20比16 局面上 现在来说相当的平稳 其实有时候给妹子解释 一些刀刀的东西 也挺好玩的 我给我媳妇那些解释 然后他说 我告的原来老牛 然后他在那些在群里问 说老牛到底是哪个英雄啊 我说就是神牛啊 汉地神牛汉地者 然后他说为啥叫牛呢 我说我说因为 他是窝三里面 他是一个牛头人的造型 然后但是他说不叫汉地者吗 我说在刀袋里面 由于他不能用暴血版权 所以他是改成了一个汉地者 人的造型 其实也不能算个人 也是一个跟牛有点相的东西 然后他就说 那为啥叫小牛 我说因为有大牛啊 他说平板那个叫大牛 这个叫小牛啊 那个不叫上古巨神吗 我说对对对 但是在窝三里面 他是属于 他怎么说呢 哎这边抓到了 哎跳走了 雪崩 哎呀死了呀 兄弟呀 这舒服好不太够 我怎么感觉 捶一下 但是还是能杀 马上CCD了 再一个V 躲V B神走V还不错 天使教好肉啊 我以为能单杀呢 萨尔输出还是低 有一仗差不多 有一仗伤害还高点 一仗 萨尔一仗大招 不能进入物品 特别牛逼 然后我刚才 然后就在我 我说那个 他在刀的家族里面 就是最早在 窝三地图里面 大牛是牛头人酋长 小牛是牛头人战士 这俩人就不是 一个酋长 一个战士 哪个牛逼 然后我喜欢的意思 啊懂了懂了 就也挺有意思 有时候可以解释这东西 其实他最早 完全是一个 不玩游戏的妹子 完全是为了陪我一起玩 这边萨尔也是 马上就要刷到了一仗 27分钟引刀一仗 作为一个实在杀 萨尔 你感谢你就这个装备 但是确实就这样 萨尔的英雄 就这么 就刷天就是这么多鸡 没任何脾气 就就这英雄 没办法 英雄本质决定的 现在风营有了一仗 应该我的意见还是 抓紧时间抱团推 凭借杜姆跟风营的 强势时机赶紧推 要不推 打到后面 小小隐刺 还有海象这些核心 打到明显 天文王这个阵容 不如夜眼方 硬和后期 咱们有一说一 因为萨尔这英雄 越打到后面越将有 无论你装备非常非常好 其实说实话 也是靠技能吃饭 大招放的不好 你机一身身装 也没什么卵用 这边海象好 你妈跳 直接刷到人家也去 完了 这么学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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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神这个炒子输了 兄弟呀 没能框到啊 眼神没框到 不应该 但还是杀了 杀了就行 眼神的一仗 没框住 眼神的没框住 有点可惜 玩的应用确实不多 你看 陛神就玩不熟 我补刀真是没入化 讲道理的话 小小现在应该是 A杖快强袭了吧 A杖挑刀 啊 两千多块钱 天然叫 五杀七死 但是前级 主要是被针对了 这样你在七路功能 打了还可以 就是前级有点被针对了 确实有点难 杜姆直接走出灰药 我靠 这什么鬼 灰药杜姆 好屌 打一号尾 大哥杜姆了 这边B神下一步跳 萨尔一般 出酱油啊 方面 跳刀 密法鞋加一仗 基本上就算神装了 酱油萨尔 这装备足够了 顶多再补个威光 或者推 就OK了 肯定是稳 稳够了 但是大哥萨尔方面 还得打一点输出 所以后期可能还得补羊 或者冰甲之类的 这英雄由于敏捷 成长 奇迪无比 所以说 基本上没有什么 打DPS的潜质 而且单刀也比较烂 不像女王 这边隐私 粉 粉 大逼 他为什么不牵撒粉呢 给你杀了 B神 B神比较怕 可能怕对面身后有人蹲 很稳 打C的性格都比较稳 再加上 大逼普遍以稳著撑的 这边 像准备杀一波风 以后那儿杜姆来了 早上也能飞 直接飞机过去吧 不飞 他要走过去 这边火女个吹风 抬了一手 杀还是难杀 受亡一个大仇 能秒动不吗 但是萨尔这个大 没能爆炸 就觉得说 我去直接给B神上坡葬 什么鬼啊 兄弟啊 风行可以溢下先手 感觉 去上路先刷个16级再说 16级萨尔大就比较 比较厉害了 准备 准备杀一波对面人 但是应该不太好找了 萨尔现在单杀能力变得弱了很多 他已经过到黄金时期了 其实这时候萨尔基本上 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因为这英雄咱们讲道理话说 他本来就是个酱油 现在确实已经 慢慢有点走下坡路了 这边B神感觉到这儿 有眼 我靠B神居然会满眼 真是难能可贵 排掉 这边 阿末努力救自己 但还是被海象直接怼 直接怼翻 风营一个阿 穿到了 能递到吗 没能递到 1800是吧 距离也递不到 你看他们现在 其实优势已经 基本上全无 但是天文方也有好的优势 就是有可能 他们能打一波完美团 萨尔这个大 要能框住两到三个人 直接全秒 有可能一波就翻身 但是我跟人感觉 一旦这个大放的不好 全都死了 海象 海象 加上 海象 加上那个什么什么 是不是瘦 那个小小 瘦王这一套 夹引刺 这些冲脸 我太凶了 他们这边什么 风行 暗幕 VS 萨尔 这都是一秒躺的 连杜姆都扛不住的 他们对面 打 打盾 可能效率有点低了 又是等小小 再更两件装备 真打不过了 萨尔还在这耐心的等待 B神在等什么 瘦王二级输 通行跳刀 双方经过了一轮装备更新 又要开始准备打一波爆发了 比赛进到33分钟 还是时间 这场比赛 时间并不算很长 很精致的一场比赛 我特意选那场比赛 第二是我一个零点地址 李子柱的 他会在看我们 也欢迎大家都来看看 左边这边飞熊的二维码 然后大家有想中奖 你可以来扫描一下 支持我一下 好了 我刚快打到这里 让我们来接着来看比赛 这波杀小小 哎呀 没希望 小小第一时间跳走了 跳走想杀 还是 第一回来了 大招 结框 这完了 这VS能锤到吗 换一下 接着锤 小小被抓 应该没一千 买的 这小小 没钱买的吧 这个感觉 有可能要 雪崩哦 没钱买 很危险 我只能说 风险太大 直接拿这个塔 毫无办法 直接这个大 被五五悬念拿掉 接着推打 兽王还给低 啊 他思议下 没想低过来 他也低过来 兽王刚才没站那个位置 风营 这个下打能力 还是相当不错的 天使交 不能卖活呀 攻头 这一波 其实全场打的都还不错 这一波有可能 哎 这 双上头了 兄弟啊 这怎么可能能打的 唯一的输 小小不在 你这打不是在做死 海将切入 能秒逼什么 没真眼 哎 这完全送一波 完全搞不懂 你这还没死 啊 也还没死 完全搞不懂 这还一波 等小小活呀 兄弟 双那个大台 你妈二了 我真是 遭不住了 这明眼不能打的 小小是你们最多 最大的输出 小小不在 拿什么打 大哥被抓了 天使交 这一波 呃 失误都算是 蝴蝶效应 把电视交被抓 算个失误 但是 后面的几波 队友的上头送 也是一波 很大的失误 导致一波 把局势打崩了 这一波 完全没打 其实他们 稳着后期打 有的打的 虽然杜沫后期 肯定有两个大 但是萨尔的英雄 后期真的不厉害 就是 不是不厉害吧 就是 比大哥战 比像女王啊 什么影魔呀 火猫啊 这种后期战斗 能力肯定还是低 在酱油里面 后期算厉害了 但是并不代表 他在大哥里面 后期算厉害了 咱们讲道理 别老说我前话 说话前后矛盾嘛 有时候李子 确实表达不够好 但是 理解万岁吧 你能听懂 你们看我视频 就算我半个粉丝吧 那抱怨一下会死啊 天天借我伤疤 我靠 老子真是报警 大家开玩笑 还是欢迎大家 给我提意见 只有 更多人提意见 我才能做好进步 有些人老说我 抨击我 做视频比较随意 然后选什么 就是老 选比赛 老有自己的喜好 喜欢谁 也选一点 哎呀大哥 我又不是职业解说 我 我自己想开心一点 都不行了 天天交 又被抓了 这不 哎呀 太雪崩了 这两波被抓 真是 有点无厘头了 什么线都敢带 杀萨尔 但萨尔有加速服 给口没光 这边 想救一波 风行者 跳刀走 嗯 海象隐身 海象抓风行 有引刀的吗 此时 跳刀引刀 哎 鸟儿 完了 暴露海象位置 哎 依呦 逼身 杀波机 教你们天天 对老子 听说你叫杀鸡流 我要干了你 这边 海象 没引刀吧 还是有引刀 应该有引刀 引刀案面 也蛮肥的 说说 哎 小刘往这跳 但是刚才好像有人 看到他了 看到啦 雪崩 哎呀 雪崩啊 兄弟啊 雪崩啊 我想起那时候群里一个朋友 然后他介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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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的时候 说 说 这是我的老婆 然后那个 叫周雪 对 雪崩的雪 我靠 当时我 我给这个介绍 满分 我操 当时我觉得 真是把刀都融入到生活了 真是恶爱刀大的好青年 蛮雪 我老婆叫周雪 雪崩的雪 我天 我真是崩溃了 这边能杀吗 感觉还是有希望的 直接再线 然后跳刀跳走 非常便宜 跳刀直接回城 一气呵成 流畅不行 萨尔拿盾 有个弹用 我只能说 毕竟大逼神 地位高 但是萨尔拿盾 真的没用 就这一套技能的事 拿盾 你复活了 也没有什么好处 做个吹风 38分钟 刚才他们那波 艳芳那波上头 加上天使脚两个被抓 直接让这场军队 然后现在 很难打了一影 换一口 哎呦 这萨尔扔个空大 感谢 你真是太疯了 我走过来 就打不了了吧 他自觉爱觉得有得打 他其实刚刚那大 扔得不好 没能框住很多人 但是对面 觉得能打 然后直接直接反 反过来冲一波 就都走在 大招里面了 我在玩海战 我老婆在背包 我靠 这不说自己戴帽子 他妈有这种ID 好 好 蠢 好 蠢 你看好直播 然后 就是VG的 就是现在是牛逼的 好 好娘 也是号称 现在中国最顶价C位 他直播有一次 队友直接把ID 好 有一个特别逗的事物 他不是 他经常有特别逗事物 不失误就不是我们的好了 然后 我特别喜欢好 然后看好 然后队友直接改ID 叫好 蠢 哈哈哈哈 给我笑疯了 太逗了 结果 比如说 那个 画一个姑娘陪着我 就是好 提杀了 画一个姑娘陪着我 然后助攻者 好蠢 哈哈哈哈 给我笑翻了 到底 我打鼻子就这么慢了 哇 你们 连抢救一下 都不愿意抢救了吗 直接把DC 卖在原地了 完全不管 维吾 毕竟我黄啊 我黄让你现在死 你就活不到明天 屌的要死了 败的都 你好歹抢救一下 放个大 放个 放个 那什么 可以 旧DC一下 反正大招CD 蛮短的 萨尔 大招CD 很短的 70秒 嗯 有这么长吗 我记得没有这么长 我记得说60 其实那样也不算 很长的时间 大了吧 讲道理的话 离子又远不回来了 撒人用玩真少 杜莫给大 有一仗大 杜莫好 胶 焦赌背后要 可能不行 这秒 杜莫虽然自己也死掉 二欢 二还行 但是风行这个血量 不要再上了 暗默给 不是不是 暗默的血量 说错了 风行血量 这边把针眼拆了 再大逼人走 婆葬直接给 吹风 跳楼 跑 稳 但是这个绑不错 逼人可以接大 扔大 兄弟 但这个大 扔的并不好 我只能说 递回来 希望能杀的 杀一次 一般一次做 再说 一次死了 三车变态杀戮 车身这后面的表现 还是可圈可点 直接推一波 然后 由于 由于 杜莫好像也有飞鞋吧 啊 就没飞鞋 灵魂星 回药灵魂星 现在 回药灵魂星 真是一个套路 炼金 自动炼金开发出来以后 大家人人都回药灵魂星了 这框 没伤害的 币神 也 别搞笑 好吗 币神 太邪了 这框呢 以为框有伤害 像清兵的 框又没伤害了 是没伤害吧 别弄抽我脸 我记得是没伤害 看没伤害 哟 我就感觉 我记得没错 别别有人喷我 怎么雷子有伤害 好吗 我不愿办这种蠢事 杜莫装备 好好 这英雄真是穷不了 这版本杜莫 确实是大大增强 真的得说 确实比过去强力 好多 海洋人员一拳 仍大 但是被切了 推荣加掉刀 逃生好手段 这边没逃走 什么 可以买倒是 哎呀 这波吧 被抓了 哎 这感觉能跑啊 风营倒是跑了 杜莫也 也活了 呃 萨尔能买 所以说这波 坑路肯定不会坑路 两大哥 三大哥都能买的 被抓了 被抓了 叶眼中路兵营正受到攻击 这边准备拆最后一路 这边拆最后一路 这边拆第一路 稍微拆间速度还是不错的 这边逼神能买 海上人军完 秒杜莫 断杜莫 逼神直接远的买活 杜莫直接给出了大招 萨尔一个这个大 非常完美 直接嘟死两个 双杀 哎呦 杜莫好肉 小打不动 杜莫 太肉了杜莫 这一波 逼神玩着一波三杀 这一波 没得咋了 杜莫太肉了 我咋 枪袭了 应该是 枪袭零公斤 太肉了 杜莫 夹太高了 十九点打销 完全拍不动 知道装备不够好 枪袭一阵 拍不动 血光老输了 打到这儿 基本没什么 太大拳架了 逼神这波满活 收了个三杀 开心 刚才隐私回家守家去了 所以咱们正面 完全打不过 这场比赛 打到现在 已经没什么拳架了 说实话 已经很难了 哎 风景他这个宝 相当不错 嘎的赖 这边 B神直接飞过来 结束了 一波拆掉基地了 隐私两米的太穷了 活着人都打成酱油了 上路保的不是他吗 海向下路 我女人寿王 保的不是他吗 我记得保的是隐私的 怎么大哥隐私这么穷啊 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 雪崩了 这波打不了了 小小奶婆 在其实换一下 萨 换一下 不是 换一下萨 换一下兽王 雪崩跳进来 这波我切了谁的死角啊 这波我切了谁的死角啊 怎么 这死角这不怪 再一个换 啊 有一张啊 可以全血动 三死 雪崩了 下雨均匀 正受到攻击 最后正面被碾压一波 这样比赛也走到末尾 第一个是我零零零时间地址 最近有新鲜不错活动 大家评论就给大家看看 然后左边那个二维码是飞雄地位 大家也可以欢迎大家扫描一下 支持一下我的 就是推广 就我们这一块做的就是这个飞雄 好了 比赛在做这里 谢谢大家看看 我是水利子 我们下期见 比赛编号 大家想要的话 可以留给大家 看一下比赛编号到底是多少 看一下比赛编号到底是多少 看一眼 这怎么大逼神不给看呢 1865201445 好了 比赛做日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结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